一下車看見媒體先整理衣服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 神情輕鬆 看似已經做好充足準備 抵達桃園機場 要展開為期七天的訪美之旅 我們這次去尊重美方的安排 在華府我們會見到 所有應該見到的好朋友 台美關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不管是未來的 包括台美的經貿合作 安全的合作 或者是兩岸關係等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會見什麼人還是三簡齊口 所有人都是好朋友 而心前鬧得沸沸揚揚的 換柱風波 惹得僑胞相當不滿 朱立倫把握機會 再次向僑胞喊話爭取支持 我們在四個城市 跟所有這些台灣的重要的 這些好朋友 還有僑胞們 大家都一起見面 我希望大家為我加油 也為台灣加油 親自赴美安撫不滿聲浪 也同時要向美方 說明馬錫會結果 不過時代雜誌評論 總統馬英九已經是昨日黃花 手握再久也沒有用 對於個別的 我們沒有辦法去評論 不過我相信兩岸最高領導人的見面 絕對是一個歷史非常重要的時刻 對於未來兩岸的和平 跟台灣的國際地位都是正面的 朱立倫肯定馬錫會 還要以國民黨立場來說明 而這趟旅程 對選情是加分還是減分 外界都在看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有很多 所有人在 讓我們來 我們有幾個 我們來 我們在2011